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上车就在那里面充电 对那边充电 在那里面充电 最后骑的一切众生 大一切把他颂寒 在那里面充电 在那里面充电 大一切众生 就是排四次历寒 在那里面充电 下车就在那里面充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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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诸法经》当中所讲的这个教证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文字幕 说 如果有人说 如来所宣说的有些是善妙的 有些是不好的 这样想的话 那么这就是摄法 摄这个摄政法 所以我前面我前面也给大家提醒过 以前我们的上师我们的上师我们的上师如意宝 宣讲《弥勒清闻经》的时候再三地强调教证的内容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不管是辩论或者谈论佛法或者坚持自己的观点弘扬正法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毁谤佛法的这种事情 就毁谤佛法 如果我们真的毁谤了佛法那即生当中不要说得成就 反而有堕落的危险 因此上师如意宝 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舍弃佛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具有信心的 悲心的 看为广大密法 大臣佛法的 法器的这些人面前 我们不应该给他传授一些 简单 浅显的一些法 比如说有些人 真的他是无上密法的根据 或者说是大乘空虚法门的根据 但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宗派 或者有些上师自己的爱好 以这个作为标准 然后对他进行宣说一些浅显异动的 或者说一些声闻群的法要 或者说一些求密宗的人面前 经常给他讲一些显宗的法要 那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如果我们这样传授 实际上已经毁坏了他的根性 因为本来别人是利根者 就是大根性 我们如果没有给他印记使教 是我们的错误 然后第二个问题 他这里讲 不应该舍弃律义 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发菩提心 或者你的见解是多么的身高 但是在你的行为 唯一当中 应该按照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宣讲的这种法要一样 一定要按你的行为 如理如法的 就不能轻而易举地 舍弃我们的律义 也就是说 你的见解真的已经证悟到空性的经济 认识到心的这种本面 但是你在外面的行为上 一定要如法地行持 你的别解脱界有关的行为 同时用一些经文 用一些密咒 不乐 不要随随便便 欺惑别人 为什么大致大悲的佛陀 宣说八万四千法门 愿意众生的根机 是不相同的 而且与不同的众生面前 有相应的 不同的法门 对他有利的 同时用二维是 sach写的 即使物 感谢前面能缩 预定 之争被准备了 altered的广 电味和普遍 这个是主要诚ino 再有一个 我们现在会照顾一下 另一个信用的邮在 我可以找到一个信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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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断除成为世间不幸之之心 我们要修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断除世间一些不太信心的一些恶不好的行为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作为出家人或者在家人发菩提心的这些大乘行者的话呢 时时的应该保持环境的这种卫生 然后对个人的利利歪歪的一些卫生 这一点作为修经者来讲非常有必要的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以前在古印度的时候经常用鸭木 鸭木实际上以前就叫做金齿木 金齿木实际上养制也是通过一种像古人刷牙的一种方式 相当于是在我们有些养制的话在口里面交完了以后就可以扔掉 相当于现在我们的有些可想当差不多吧 那么这样的这种卫生用具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用完了之后 不能随随便便地乱扔 同时拖椅 鼻涕 以及磕水这些也不能随随便便 不随理 土炭 大家应该清楚 如果你这些要扔在地上的时候 一定要想尽办法用土 木块 或者用石头等等来掩盖 不要影响大家的环境 并且在清净的水里面 清净的水或者一些草地 在绿色的草地上 不能随随便便 方便 不能大小便 这也是当时在佛陀时代的时候 对生人们的一种要求 间接对在家人也有这个要求 我们作为发大行的人来讲 讲自己的垃圾 讲自己的一些不清净的这些东西 不能影响别人的这种享用的环境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们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自己的仪表 转眼 清洁很重要的 然后自己的环境 房屋 各方面来讲 首先自己应该是比较清净的 为什么我们下个座开了 呢 整个小还有一时 那是什么有点儿童的 那便可以这样講 我现在其实我们下一个车 善意 我就想要去 就是小孩子 庄里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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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精进的 唯一如果精进的话 乃至生生世世 对你的修行有所利益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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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床有影处,莫毁他人夫,世间说不信,观讯耳舍弃》 那么这里就是说 我们发心的人 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就是在同一个车 床 坐垫 房屋 以及在其他的一些隐蔽地方 没有陪伴的其他的女人 比如说作为一个发心的人 是出家的男人或者在家人 最好没有陪伴的情况下 不要与其他人的妇女在一起 如果在一起 那么一方面很有可能 如果你是出家人 受戒律的一些在家人 就是毁坏你的戒体 有这个危险性 同时即便是没有发生 这种不好的事情 但是很有可能别人会诽谤 侮辱 有这种情况会发生的 因此作为男生 与其他的女人不能随意共处的意思 如果是女所发心的人 出家人或者在家人 那么也没有拍板的情况下 与其他的男士也不能有隐蔽的地方交往相处 总而言之 他这里就是说 凡是世间人 对我们的行为不太起信心的 所有的这些事情 如果你自己了知 通过你的智慧进行观察 然后不如法的行为 全部断除 如果你不了知 那么你应该去询问 询问谁 就是了知这些情况的 上师 阿舍利 或者说是 一切其他有智慧的长老面前 进行询问 我现在这样做 如法还是不如法 我的吃饭 走路 然后我现在的宣说佛法等等 这些 如果我们这样行持的话 会不会有过失 会不会有功德 应该自己想想一些地去了知 总而言之 让大家去信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出家人 或者在家人 平时自己的言行举止的行为 一定要打动别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一些信 同时我们要吸引一些其他的人 他们尽量地对佛陀的教理 佛陀的正法生起信心 即便他们没有生起信心的话 千万不要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种效一些邪者邪念的种子 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今天 means 你在这边的描述 都样子 為何 有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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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当怀恭敬 平生受受掌 死路也如是 他这里说 比如说如果对别人需要指路或者是找一些人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不应该以单单的一个手指来给别人遮电脑 就在那个地方 在这儿就不能一个手指来这样指示的话 实际上在印度来讲 指示也是不太恭敬的一种指示 所以不要有一个依止 再给别人指示路 那怎么样做呢 一定要心里满怀信心 满怀恭敬心 对别人很文雅的 很温和的这种态度 用整个右手帐来指点 右手帐应该是手指并笼 然后手帐向上 非常恭敬的姿态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人问 某某人的房子在哪里 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去的路怎么做 让我们很和蔼的这种态度 从这个地方到哪里 应该比较文和的这种态度来这样说 总的来讲 可能各地的这种传统不同而已吧 凡是我们对别人应该实现出 最恭敬 最满意的一种姿态来指示 就这样以后 也很重要的 这样以后 不管是我们身术也好 或者是身责也好 应该就是别人觉得 这是很恭敬的姿态 都可以的 因此我刚才所讲的 有些这种胆子的指示 对开悟信心方面 也有一些表示方法 在密宗当中也是这样的 包括禅宗的话 就是所谓的身术 有些禅宗当中 这也是一种开悟的一种知识 这个地方是什么问题也不仅认为 也不仅认为那种避免的避免 关于商场的武器 也不仅认为 这个地方是什么问题也不仅认为 想要是什么问题也不仅认为 nut价格来得到要走的 差不多一个许多个个人 然后就能看看这些迹底的 那种事 multiples 但是我们也不仅认为 我们要求声认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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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